是以计算器求下列各指数的近视值 取到小数点以后第三位 第一小题2的11次方 好,那我们来看计算机要如何操作 好,首先先按一个2 接着呢,按xy次方 好,然后呢,再打入11 接着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它的答案是2048 好,那再来第二小题的部分 好,第二小题呢 我们要求的是3的2分之一次方 好,那这2分之一次方呢 在这边x的y分之一次方 但是因为它是橘色的 所以我们要用shift再加上这一个键 x的y次方这个键指的 就是它的橘色的部分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操作的部分 好,先打底数的3 好,接着shift再加上 我们要的功能键 好,那再打入2这个地方的底数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 我们要求的3的2分之一次方呢 就是1.7320 好,那小数点以下第三位嘛 所以第四位就不要了 所以我们就取1.732 好,那接着呢,下一个 第三题 10的0.4次方 好,那我们呢 直接就把它输入 所以我们先输入10 好,接着呢 次方的部分呢 打入0.4 好,再按等于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就是2.5118 好,那我们要取到小数点以下第三位 所以8呢 要进位 所以我们要取2.512 好,再来第四个 第四小题呢 4的5分之一次方 好,所以我们来看计算机的操作 首先先拿底数的4 接着呢 我们的次方 要按shift加上次方的键 然后呢 选取5的底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4的5分之一次方 就会等于1.3195 好,5呢 我们可以进位 所以就变成1.320 这就是第四题 好,那第五题 第五题的部分 5的四分之三次方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三次方输入 5的三次方输入之后呢 我们再打四分之一次方 好,所以我们来看计算机的操作 好,5 然后呢 打三次方 所以呢 次方 再按3之后 我们要来做四分之一的次方 所以按了shift之后呢 再打入次方式 好,所以我们最后 我们按出来的结果 是3.3437 好,7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进位 所以就是3.344 就是我们的答案 谢谢大家 这么端